淹没儿家也出现了土石流 甚至在高雄六规的中心里 凌晨两点多 由土石流直接冲进了民宅 把这个居民潘先生吓得夺门而出 他说先前有经历过一次土石流 但这一次下大雨 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先把一些物品往高处摆 没想到土石流还是冲进来 让他根本不敢睡在家里 另外南投县民间乡仁和村 清晨五点多也遭到了土石流袭击 有三合月直接是被土石给淹没 还有民宅被土石泥流给灌入 乡公所紧急疏散了八十个人到活动中心 而居民心有余悸地表示 仁和村三十年以来都不曾这么严重 大雨下个不停 其实在高雄六规就有民宿 因为土石流没有办法做生意 业者说真的很无奈 因为从昨天晚上到中午 道路持续地在清理当中 韩国瑜就在今天下午也到现场去勘查 详细的状况请记者告诉大家 另外但您看到是曾经因为麻花卷被弃单 因此韩国瑜来收购当市长就职办手里 使得这个麻花哥声明大噪 而他也是表态力挺韩国瑜 但是他在今天出面控诉了 这韩家军的杏仁哥是把持了国瑜夜市 说不是国瑜夜市的人 如果没有国瑜备张的话 那就不能够进去摆摊 对此杏仁哥说他是侠怨报复 一切都是法院件 不过之前韩国瑜到台中去造势 不只是被质疑了 这国瑜夜市遭到韩家军把持 只有特定的摊商能够来摄摊 就连平面媒体也爆料了 有摊商租到了国瑜夜市的摊位之后 竟然是转手租给别人 而且您知道吗 这暗黑版的基金竟然是大涨五倍 从原本的价钱大概是1500到2000块钱 涨到了最高高达了1万块钱 真的是另类的发大财 另外带您看到是同样是争议事件了 最近是连环被爆出来 那最受争议的韩国瑜争议呢 当然是什么呢 就是市政百烂嘛 因为他不好好专心的做市长 尤其最近在这个高雄的部分是大雨成灾 但重要的时刻市长人都不在 另外呢前国民党立法委员蔡震源 过去也曾经爆料 高雄市长韩国瑜收了4000万元的竞选经费 面对外界的询问 甚至呢韩国瑜也大动肝火的 说了五次说 若收了我退出政坛 那不过呢 虽然他这样说 外界信不信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第三大争议是什么呢 就是疑似韩国瑜现在深陷花酒风暴 而且他过去的黑历史人一一被外界给揭发 不过呢 面对外界的反弹声了 高雄市长韩国瑜还是表示 他真的很认真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每天都批十份以上的公文 韩国瑜这样子回应 苏贞昌又说了 自己呢 其实批的公文是堆起来 比人都还要高 另外呢 他也强调了 人民期待政府首长 要有人意谨意的精神 不是为私事就搞东搞西 韩国瑜说 他每一天至少批十件公文 让苏贞昌刚刚是重批 那另外呢 其实桃园市长郑文彩 16号受访的时候也表示了 他一个星期啊算一算 大概有225份的公文 一个月加起来 那有一千份哦 更强调这些都只是基本量 这位带您看到 是前高雄县长杨秋心 昨天受访的时候提到 高雄市长韩国瑜 之前在竞选期间 到六规和当地的业者来参序 好几次都喝到烂醉 还被人扛着回来 不只是前高雄县长杨秋心 批评韩国瑜吃喝玩乐 抱女人 这前立法委员赖昆成 更表示了韩国瑜会在酒店 被薪金来取悦陪酒小姐 国民党禁止党员批评韩国瑜 也通过了禁黑韩国瑜条款 包含了杨秋心 高雄党代表敖博胜都遭到了开除 两人也宣布退党 批评国民党现在是回到了一言堂的威权时代 根本是蓝色恐怖 高雄8月12号 钢山大淹水 由女骑士落水身亡 市长韩国瑜探望家属的时候就说 以后辖区的远景也要负责工地的标志拍照 有基层的远景就向议员抱怨咯 这些根本就是包商监工 以及监造单位的工作以及责任 并不是警察的专业 另外议员也痛批说 这根本是把远景当成了工地保全 公民割草行动发起的罢免韩国瑜联署活动 但因为有不少的干部受到了攻击以及恐吓 所以呢 活动干部在公开的场合都会戴上口罩 也不公开全民 但是如今他们决定要脱下口罩 一起合力的力推罢免韩国瑜行动 好 另外带您看到是总统蔡英文了 到新竹参访新竹动物园 这一座全台湾最老的动物园 1936年就开馆 而最近在中央地方的努力之下 也是重获新生 也兑现了对新竹市民的承诺 2020总统大选 到底郭台铭 柯文哲 以及王金平结盟的进度 现在到哪了呢 台北市长柯文哲就自曝了 郭台铭以及王金平 两个人都相选 而他和郭台铭会面的时候呢 对方也找他当副手 甚至提出兼任行政院长 不过被他给拒绝了 话虽如此 柯文哲还是希望郭台铭 能够出展2020 甚至呢还放低姿态的说 小弟拜托你了 欢迎回来 持续带你看到是香港网友 就在今天发起了 816领签救香港 号召到各大银行 ATM提领大量的现金 希望能够瘫痪香港的金融体系 到底现场状况如何呢 请邓威告诉我们 好 谢谢套牌记者 邓威为我们带来最及时的消息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广告要带您看到的是 好恶劣的男子 喝酒喝了一整个晚上 竟然还开车上路 最后不幸撞死人 欢迎回来 持续带您看到 是高雄小港 有一家理法店 15号发生了暴力的冲突 有一名男子 把车临停在理法店门口 等待朋友 结果遭到了店家的劝离 但是这名男子 竟然是和好朋友 走进了店里理论 甚至还怒标三字经 出拳打人 云林有一名 廖先生投诉媒体 和朋友开车去吃饭的途中 前方路口号制是绿灯 但前车呢 是不断的来踩刹车 廖先生是按喇叭后 超车没想到 惹来了对方的不满 竟然是沿路尾随了五分钟之后 还逆向蓝车对他抢神 换个心情 带您看到 是在松山文创园区 有着非常特别的胶带展 在展区的装置艺术 都是利用彩色的胶带 一条一条拼贴而成 甚至还能够拍出3D的立体照片 现在也成为了网红打卡的景点 每一年盛大举办的竹倩中原成黄祭 让新竹热闹一整个月 而今年大约有89个镇头 上千位的民众一起共享盛举 沿路鞭炮锣鼓夹带欢迎 嘉义因为连日雨势不断 除了吸水暴涨有便桥封闭之外 中浦山区一处在13号已经崩落的山壁 昨天晚间再次的出现了华仪 也冲入了一旁的民宅 好在居民已经先行 搬到了亲戚家里面避难 才没有酿成灾害 换个心情带您看到 是有越南妈妈 近年来透过新住民姐妹会 推出许多的计划 推广东南亚的文化 现在呢更找来了桌游设计师 设计了台湾第一套 以越南知名观光景点 水上市场为主题的桌游 让大朋友小朋友 能够借此了解越南的文化 周末到了想去看电影吗 这个星期上映的新电影 有韩国的动作片 日本的喜剧 以及悬疑惊悚的国片 带您先读为快 南亿的经济不振 细细里岛上 真正有能力的人都选择出走 再加上少子化 让许多的地方都沦为空城 但是有个小镇叫做桑布卡 为了要救经济出奇招 就在今年一月份贴出了公告 每一间的房子只卖一欧元 大概折合台币35块钱 这听起来是不是相当便宜呢 不过有个附加的条件 就是三年之内要自费翻新房子 不过消息一出大受欢迎